大家好,我是Peter,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的第一个每个都比你赚 带大家来看市场上线在火爆社新闻 以及这些火爆的消息 还有这个很好的项目,大家来看 大家来看看,大家发生什么事 首先请大家来推的,大家推的重要的 大家推的之后大家来看 我推的这边在办活动 我们在办PFREMES OG SPOT 大家知道我们的OG有非常多的好处 在我们的Discord里面,我OG的频道 特别是我们有白名单的时候 常常OG的朋友就可以额外的白名单给抽 另外我们到,今天刚刚下午 我去看了一下 大家如果还没有去确认 自己KYC的朋友赶快去确认 Something is brilliant.xyz 你看我这边,我之前做过KYC 我这边Approve了,确认 程式等于准备好了 无聊后的这个D,Appcoin目前为止 大概这个地方,如果你看 如果看RSI跟MSD,MSD 其实是从短线的部分 从这个地方一个小时 短线从底部翻摇上走 那做的快线慢线都是在零走以上 然后快线突破,慢线往上 那如果我们来看RSI RSI这边就换一条线的话 这边其实是突破这边RSI走在前面 这边基本上还没有突破 但RSI先突破 如果来到所有的YouTube 都跟银件普通财务 股财务建议,普通财务顾 这边就恐吓风险,这重要的 看到币圈 昨天BQ我们涨了5% 马上就回了 那我觉得跟美国市场 跟一般的传统市场有挂钩 那挂钩市场稍微一个 蛮大的一个回调 所以这个地方比特币 回到38,700块 那在28,700 28,700 每次都讲2万 一直说2万就好了 28,700 我之前跟大家讲 上一次我印象中 我们一直在28,000到3,100 在盘整的时候 对我们的图圈很有好处 图圈有机会往上走 你看我昨天叫大家说 不要去追 你看DotsCoin DotsCoin昨天 因为Elon Musk买Twitter 整个往上蹦 往上喷 那现在就回答 所以一般的话 就大家都建议 不要追 如果我们来到 昨天 OpenSea 1亿1900万 还可以 我们昨天拒击 一定要在1亿以上 我想说 因为我无聊猴的地 其实它的细节 已经公布了一部分 所以你等于是 利多出了一部分 还没有出境 利多出了一部分 所以整个气感觉 气场就没有 厚在这个地方 稍微散了一部分 但是整个量还有 11900万 所以昨天量还是可以的 绿色这个持续往下 我们昨天这个地方讲的话 量 量在上面 但是大家有部分的人 拿出来的list delisting变少了 就变大家开始拿出来的list 就是大家打算要出货 有量在出货 是不是高位换手呢 但是你看价格往下走 所以代表 卖的人比买的人多 供给需求比的话 还是卖的人比买的多 所以等于是价格往下走 VFriend VFriend是回来 VFriend有量 你看之前跟大家讲VFriend VFriend现在跌到 回到0.81 跌了37% Mibib 之前跟大家讲 Mibib是说 我还不确定 大家讲说 有朋友在我的YouTube里面讲说 我看了你的video 去买Mibib 然后我说 我不确定 我不知道 那个是谣言 因为所有的这些东西 通常都是谣言 我拍video 所有都是我看到的信息 跟大家分享 但要买 不要买 大家自己决定 如果你买到的钱 赚到了 大家很开心 那亏了钱 那也没办法 这东西大家自己判断 多用research 为什么每天 我都跟大家讲 多用research 那五疗猴 之前 昨天我发五疗猴 这个信息 Other side 他讲说 他们还有一部分的信息 还没有公布 所以大家先不要急 所以之前的谣言 Mibib 然后Todd 那World of Women 这些 说整个家族部分 是不是真的有白名单 还不知道 所以大家先别急 昨天似乎 大家就很 昨天似乎 大家有一点点失望 所以整个Mibib 从快到8个East 回档到6 甚至回档到5点几 刚才又pick up起来 现在是7.2 7.2 5六后 稍微回了一下 到36 你看Doodle Doodle 我之前跟大家讲 Doodle 跟Azuki 两个一定是会涨的 Doodle之前 这个14点几 涨了12% Azuki 这边有22 涨了6 到25 这不是说市场 听我怎么讲 怎么走 只是大概市场 就是这个样子发生的吗 哭开这个地方 还是在6个亿左右 Toss Toss还是没回 没有回暖 Toss还是回到2.69 我不晓得 Toss这个地方 有没有机会往上喷 我不晓得 如果到时候 下一波 因为他们原本是讲说 下一波 他们会再 发出 无聊猴地 Other side的一些细节 比如多少个地 一个地 可以要多少 F coin去Mit 这个还没有确定 Action Dutch Auction 这些细节的部分 也还没有确定 我觉得这个东西 还是有机会的 我觉得大家 这个东西 自己要判断 好不好 那整个市场 我觉得稍微 现在有一个回挡的状况 我觉得 整个币圈 对图圈 还是有一点影响的 那比特币回挡的话 很多很多价格 稍微都回 你看这些 有一些不错的项目 价格都要回 回的还有一些 回的有一些 你看 Refend Pass 就是1.4 Allian Friends 就是早1.4 都是稍微再回 我要 我webland 1.27了 我 刚才看到 RK呢 RKLan RKLan还是0.8 0.79 RKLan反而没什么回 我反而是webland 我觉得webland 回到一个以下的话 大家可以了解一下 参考一下 Oh CyberCon回到4个意思以下了 CyberCon 然后这个是一个关键点 如果3个 再4个以下 大家可以考虑 Kaiju Kaiju的话 之前涨到1点几 我觉得Kaiju现在也稍微 回到Kaiju 反而没什么回 RFD Road 持续在回档中 Invisible Frame CyberCon Kaiju之前3D Kaiju现在2.35 Impostor Impostor 现在2.25 有些不错的项目 大家可以稍微关注一下 我们来到 Binance 你看 快线慢线 快线穿越慢线 这个是黄金交叉 上来之后回档 这个就是经常点 在这里18.35 现在18.5 那我在我们的推特 这边跟大家讲 我这边其实是看一个 MACD跟RSI 最简单的技术指标 另外如果我看这个网站 这边就是均线 如果我们看4个小时出 我们来到TradingView 4个小时出还是一样 它这波浪 还是一直持续往上走 你看像这个等于是45度角 往上走 这个趋势就是非常非常强 任何的回档通路都是买点 任何回档都买点 看你回到什么地方 那你看这个地方 两个小时出也是一样 从我们那天跟大家讲说 网上喷之后 千万不要追 不要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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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讲三次 你看这道地方 这个地方如果能进场讲 我之前跟大家讲说 17.5到18时间 都是不错的进场点 有蛮多不错的时间 昨天晚上8点钟 到昨天晚上 凌晨2点钟 这个都有 你看这个凌晨2点钟 是低点甚至还是17.5 所以还是有机会可以进场 我之前跟大家讲 昨天如果大家去看 我昨天的视频 大家可以看到我跟大家说 那特别一个小时 这个地方你看到 一个小时这个地方 所有的均线 这个地方集结 通常只要集结完毕的话 就有机会直接往上走 如果我看一下 看一下15分钟 15分钟图 这边似乎 这个已经集结完毕 往上走 看一下这个图 15分钟图 如果大家看15分钟图 目前为止价格在18.5 18.5 目前18.5 昨天我跟大家讲 你看前一波是这样子 往上走完之后 会怎么样 1 2 然后往上走 再1 2 前一波的 他这个低点是16.5 16到16.5 这边是16左右 16到16.5 这波往上走 会跟大奖 希望不要追 这走到20 这边是20 29.5到20 会怎么样 会123 4 这跟这个不是一样 这里不是一直碰 这不是一直碰16 这碰一个16.5 碰几次 一次 两次 三次 四次 这边等于是碰多少 碰17.5 这18到17.5 这块 一样 一次 两次 三次 四次 现在这边 碰这边 直接就这里 这里就突破这个点 就是有机会往上走 现在大概就是在关键点 现在关键点 大概就18.5这里 现在其实就是关键点 现在是2022年4月27号下午3点15分 我觉得现在这个就是关键点 我这个是看15分钟图 这边我是突破这个东西 在这 在这 现在我们大概是在这个地方 这里有办法突破上去 那当然第一时间回档 然后在这边盘 在这里就是我刚刚跟大家讲 19.5到20 这里有一个压力区 这个地方会测一测 然后再往上走 然后回档 再往上走 这个图示会给大家做一个参考 大家如果说看久了 你就知道这些图它的压力跟它的压力 还有它的这整个区块 大概会在什么地方 大家时间走部分 它这地方也不会一直往上走 他如果往上碰到这个19.5的话 他有机会会回答 所以这边他碰到这边应该会这样子 突破之后他会再回来碰 好不好 我觉得今天跟大家看一下 在市场上发生的消息 以及有什么要注意的地方 还有无聊好币的部分 在他发行之前 他还需要再公布另外一次 就包括他招行的多少币来发 那如果大家有做了这个KYC 可以去确认KYC是不是通过了 我觉得觉得我价值 我的video带有价值的话 你关注推讯交互discord 订阅订阅 按照 按照 在点亮点点发 点发 谢谢大家 拜拜